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一首歌 可能需要你們的幫忙 就是一起跳舞,可以嗎? 跳舞,對啊,就是要跳一下 其實你可以坐著跳,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在英國的時候,去年想說要排一個MV 然後要排比較好玩的 因為之前在台灣有排過一些MV 然後想說在英國也要排,就是有一個不同的風格 可是在英國要排什麼呢? 我們想到要不要排一個500的歌 飯唱500的歌,在英國的街頭拍 然後我們就叫一些朋友來跟我們一起跳他的 你是我的花朵的舞 後來這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們就是在那邊邊唱 然後有朋友在跳舞,然後有路人經過 然後就愣了 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突然有一些英國人在唱中文歌 然後有人在跳舞,他們就覺得還蠻神奇 Anyway,現在可能更多人就更好 你們都知道怎麼跳那個 你是我的花朵的那個跳舞嗎? 應該不用問,大家都知道 可能太尷尬就不會了 那不用尷尬 就是現在大家一起輕鬆 我學會了 好,那我們先唱 是不是 一、二、三、四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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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們繼續 愛的腔丟 高樓電梯 你好深處 鼓動在人群 就是 拉著我 不要飄走 我在你背後擋風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擁有你 你卡在我心窩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保護你 一路都穿透 你是我的花朵 就算你身邊 卡在我心窩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愛著你 你一路都穿透 高樓電梯 米紅深處 武動在人群 就是我 拉著我 不要飄走 我在你背後擋風 你一路都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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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愛著你 無緣無縣無縣 牠們 你一路都穿透 我決定不會 等到你將後 你是我所有快乐远走 我觉你将会 到达那开心的眼 你是我的花头 我要扬你 卡在我心里 你是我的花头 我要扬你 一路到尘头 你是我的花头 留下你身边 很多小学头 你是我的花头 我要爱着你 一路到尘头 最后一次 你们跳得非常非常好 太棒了 其实我去过500的原唱会 我觉得他超帅的 那一个吹风机吗 他的头发 应该是电风扇 电风扇 我是吹风机 吹风机就是洗澡 中文不好 中文不好 不好意思 因为他的头发这样都 crazy 真的有rock的感觉 好你知道 前天我们三个 还有我的爸爸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一个 去一个店 然后我拿着那个中文的 菜单 谢谢 我拿着中文的菜单 然后要 就是有点炫耀 我看得懂 因为 因为 都是有电源就说 这里有一个英文 然后最后很骄傲 就不用不用不用 我看中文就好了 然后就点一些 锅贴水饺 还有什么 酸辣糖之类 然后他们 他们说 要喝豆浆 然后就看了 看那个东西 黄金豆浆 好 然后就点三个 黄金豆浆 然后我就吃到一半的时候 结果 三盘 黄金豆浆就来了 然后我说 我们没有点那个啊 我们 没有 没有 不是我们的 然后他说 我把那个 那个什么 receipt 拿出来 给他看 说没有啊 没有在这里 他说 这个就是 我们以为他都 他很厉害 看得懂 所以我们都会 让他点 结果 那么多年来 中文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唱这首歌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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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想跟你说 我只想跟你当朋友 我只想跟你当朋友 你好吗 你的英文好好听 谢谢 你是美国人吗 我不是美国人 我就是一位英国神星 How do you do 如果你转型听 你会了解我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想跟你当朋友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面坐 先生你要吃什么 我要 睡觉 你很累 是不是 我不累 我 肚子很饿 我想要 去睡觉 请你快点走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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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的中文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想跟你当朋友 请鼓励一下 Josh 哇好厉害 Hey Jesse You ready I am ready Son Here we go Oh It's beautiful 没关系 我的中文 进步了 一点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还要跟你当朋友 没关系 我的中文 进步了 Konichiwa 没关系 我还要跟你当朋友 没关系 我的中文进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还要跟你当朋友 没关系 我的中文进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还要跟你当朋友 对不起 我的英文退步了 我们那首歌MV里面 北极兄 solo之前 有个说 欢迎来 是说什么 北极兄的Jazz Club 然后很多人听 就说 北极兄的家 我也要去 欢迎来北极兄的家 Jazz Club 如果要 欢迎来我的家 对 如果去英国的话 可以叫他 去他的家 我都没有关系 他都懂得 没有关系 这就是 他转的家 坐的车 小时 让他 真的